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购入两套住宅 导演杨亚洲与倪平多次合作,于2005年低调成婚 今年2月,倪平在微博上表示想把家搬到加拿大,随之被网友围攻 于是,他晒出中国护照的封面,手写我和我的祖国,否认了移民加拿大 此次,爆料网友展示了一张美国驾照图片,驾照主人名为杨亚洲 出生年份为1956年,与杨亚洲相同,而且照片相似度也极高 因此这集有可能就是杨亚洲的美国驾照 而爆料网友又进一步透露,倪平和杨亚洲是同时利用特殊人才移民计划移民的 那么倪平在2015年2月晒中国护照的时候,可能已经加入美国国籍至少15个月了 除此之外,网友还爆料成倪平夫妇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洛杉矶购买了两套房子 网友表示,倪平夫妻在拉斯维加斯的房子,现在因为欠700美元管理费正在被管理处拍卖 这件事他们是被管理处算计了,他们本来就不知道要交管理费 另一套房子则是在洛杉矶的5000尺,但永迟的豪宅 在美国房地产网站上,确实有一位名叫倪平的业主两年前,在洛杉矶富人区圣玛利诺区买房的记录 而且价格近440万美金 另据资料显示,这位名叫倪平的业主购入这套房子时,疑似由花旗银行担保 近日,中国坊间疯传重庆市长黄岐帆的一个数万字的报告 海外多维网称,黄岐帆的这份报告是在今年5月份,在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 黄岐帆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去做的一个汇报 后来,黄岐帆应邀将此报告向重庆市政协公开 据了解,这份长达25000字的报告,基本上是对重庆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总结 该报告引用了详实的数据,对重庆市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说明 其中供给策改革是这份报告最重点表述的主题 该报告谈及重庆市的房地产行业的造房销售情况时 披露了大约2000家房地产公司,因乱到高利贷而最终成为僵尸公司等情况 此外,这份报告还谈及当前中国出现的金融乱局,并谈论了热点话题的万科事件 这份谈论经济问题的报告在网络上曝光后,一度引起网友的围观和热议 有分析认为,这篇掌门可视为黄岐帆向北京高层交出的一份考卷 可能是涉他未来的人事变动 不过,这份报告在引起网络舆论的关注热筹后,突然被全面删除 据了解,黄岐帆素有金融市长的名称 在中国大陆经济全面放缓之际,重庆去年的GDP增长在全国排名领先 从今年年初开始,外界曾几次传输黄岐帆可能奉命入京的消息 今年1月13日,路透社报道称,有两位与国家领导层联系紧密的消息人士 以及两位金融业人士向该媒体透露称,黄岐帆将进京取代杨京任中共国务院秘书长 以辅佐李克强应对中国当前经济放缓和金融市场的震荡 报道称,如果上述任命得到确认,黄岐帆将成为权力第六大的中共国务院官员 仅次于中共总理李克强和四位副总理 按中共的相关规定,这个任命最是应该在3月的人大会议之后宣布 然而,这个爆料并未如其预期的那样得到兑现 今年5月下旬,就在中国证监会主席校岗下台之际 海外又传出重庆市长黄岐帆将赴京上任国务院秘书长一职的传闻 其间,由海外中文媒体引述接近黄岐帆的人士透露出 黄岐帆短期内不可能调离重庆,依旧会担任现在的市长职务 有关流传的消息均布时,就连黄氏本身也不清楚他今后是否被调离 消息指,黄岐帆即便调离重庆,进入国务院的可能性也很小 更不会如外界所盛传的担任秘书长之职 对于黄岐帆今后的去向,目前并没有一个所谓内定的安排 北京时间7月19日凌晨,朝鲜在黄海北到黄州地区朝日本海上发射了三枚弹的导弹 据韩联社报道,这三枚导弹发射于凌晨5时45分至64时分期间,导弹飞行500到600公里 具备打击韩国包括釜山在内所有目标的能力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这些导弹属于飞毛腿系列 资料显示,朝鲜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中东渠道获得R17系列飞毛腿导弹 而朝鲜将自己仿制的飞毛腿导弹称为火星5和火星6导弹 其中火星5的射程约为320千米 而火星5是在R17导弹基础上降低了弹头重量以增加射程 射程增加到500至600千米 目前该型导弹是朝鲜库存数量最多的导弹 到1999年为止,此类型导弹至少生产了600至1000枚 其中25枚用于发射试验,300到500枚用于出口 余下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役 据此,朝鲜这次试射的可能就是火星6导弹 该型导弹在叙利亚内战,野门内战和最近的沙特干涉野门冲突中都有实战记录 有评论指,朝鲜此次试射导弹是在针锋相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意在表示自己的打击投送能力不会因萨德而削弱 但此举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朝韩双方 更是于萨德问题上在给中共火上浇油 美韩传出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消息后 有消息称,中韩目前正在就萨德问题进行紧急磋商 中共的关切有二 一是萨德系统X波段雷达的探测距离 一是探测方向 韩国方面能否在上述量问题给出令中国满意的答案 将决定谈谈的成败 很多国际问题学者的共识是 萨德部署事件是东北亚自朝鲜战争之后 最为重要的一次地缘安全事变 萨德在韩国的部署不是一个结束 而是美国搭建西太平洋反导之强的开始 是亚太在平衡战略的核心步骤之一 如果最终萨德在韩国成功部署 且相关参数未在中共干预之下做出调整 那么随后在台湾,在菲律宾 整个第一岛链都将出现萨德的身影 届时,中共的核潜力将会被严重消解 中国内陆的飞行器试验、导弹试验等处于全天后窥视之下 战略底牌将落入美国的前置之中 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由多个层次组成 它包括陆基拦截系统 以及装载有洲斯盾系统 标准三导弹的舰船和爱国者三系统 配备有500颗核弹头 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潜艇 只需要10至15分钟便可抵达中国领土 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雷神公司生产的雷达 能够侦测到至少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 附带中国和俄罗斯领土 拥有宙斯盾系统的舰艇能够移动到地区内大多数地方 中共的核潜力与美国相比相差很远 中共也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先进的预警体系 中共的战略和部队很容易遭受美国的首轮打击 也正是因此 中共才在萨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激烈 朝鲜在此时试射导弹 只会让韩国自身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迅速上升 坚定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心 将中韩谈判中的中共推入一个艰难的境地 习近平上台后的反腐打虎 无论军政两界 基本都在中国内地展开 作为外围的港澳地区 自央企华润董事长宋林和港中旅总经理王帅庭被查后 两年多以来为再见护送 不过 近日 这个无虎的空窗期很可能要被打破 7月19日 中共人社部发布官员任免通告 任命李刚为国务院乔务办公室副主任 政部长级 任命王志民为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免去王志民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职务 免去李刚的澳门中联办主任职务 这个不带任何其他说明的简单任命蕴的信息却是巨大 现年61岁的李刚此次突然被调回北京任国务院乔办副主任 虽然仍保留了政部级待遇 但从部门一把手转任副职 贬义明显 接替李刚职位的王志民现年59岁 原是中共国务院港澳办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此次王志民从北京赴澳门任职 刚好与李刚形成一个对流 陆媒的报道对这两个社港澳的关键岗位的任免十分低调 甚至有媒体在标题刻意强调的只是早为大众之小的 袁宁夏主席游会被任命为中共国家民委副主任政部长级 这更显出李刚被撤换的不寻常 中共派驻香港 澳门的最高机构 早年是新华社香港 澳门分社 中共港澳工委 香港主权交回中国后 于2000年1月改为香港 澳门中联办 军委正部级 于远在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 正部级 构成中共操办港澳事务的三架主要马车 而指挥这三架马车的最高官员 则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成立于2003年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以历经曾庆红 习近平 张德江三任组长 但分析多认为 中共港澳事务的实际权力 仍把控在第一任组长 情报头子曾庆红手里 同为江派代员的张德江虽为现任组长 实际也只能作为曾庆红的副手 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后 港澳地区 尤其是香港 这个江派的重要地盘一直风浪不断 战中运动更一度将习近平推到悬崖边缘 在分析人士看来 风浪背后 江派黑手鬼影重重 2014年前后 王岐山对中纪委纪检监察室进行了两次大改组 原来的八个纪检是扩容为12个 其中的纪检第八是首次将香港 澳门中连半列入监控对象 同年4月和5月 江派港澳山头被撕开第一道口子 两名在港央企高层宋林 王率廷先后落马 其中的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指示曾庆红的心腹 被王岐山瞄准两年有余的香港 澳门中连半 随着李刚的被点 现在才终于露出一点眉目 李刚是山东来洋人 辽宁外语专科学校英语系毕业后留校4年 随即进入中共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 一代就是15年 官制国际联络部部长 团中央常委 期间历经韩英 王兆国 胡锦涛 宋德福 李克强五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李刚同时还是袁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蔡武在团中央任职时的副手 随后 李刚外调中共文化部任职八年 主要从事外事工作 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 港澳台文化事务司司长 2001年调外宣办 国新办 副主任 官生副部级 李刚2003年调香港中联办 任副主任 2012年12月 试图进入迟缓期的李刚突然转任澳门中联办副主任 2014年1月解替在为11年办的白志剑 升任澳门中联办主任 2012年李刚调任澳门时 有消息只趁身为中纪委委员的李刚带有一项棘手的任务 按查中共贪官挪用供款到澳门好赌或通过赌场洗钱的情况 不过 未等查读有成 李刚自己就接到指令收拾包袱回京 接替李刚升任正部级澳门中联办主任的王志民是福建先游人 郑州解放军策绘学院制图系毕业 在福建任职19年 曾任福建省委办公厅处长 厦门市市长助理 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2006年进入香港中联办 任副秘书长兼青年工作部部长 2009年升副主任 2015年4月回京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不过一年多 新回归港澳扎营 值得一提的是 王志民在福建任职时 习近平也在福建为官 虽然两人并未有直接上下级关系 但在观察家眼中 王志民的这个福建标签是其被看中的重要原因 王岐山会否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继续执掌中纪委反腐大任 目前成为外界关注热点 有消息称 王岐山绝不会留任 已经安排好了三个班底人选 被做下届中纪委书记的副手 分析认为 如果上述情况成真 王岐山退休前或会做出更大动作 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7月号披露 北京传出未经证实消息称 王岐山绝不留任下届中纪委书记一职 这一点比取消常委制更确定 习近平一直力劝王岐山能够留任 消息称 但目前为止 仍旧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何人能够接任王岐山做下届中纪委书记 但王岐山看好的班底人物被认为有三个 一个是现任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 官智正不及 现在已经有独立召开专题会议权力 一个是黑龙江省纪委书记上调中纪委的王长松 属于六十后 在一个是现任中共中央国家机关纪公委书记的邓修明 以王长松小两岁 以上三人成为下届中纪委常委被认为都无疑问 虽然王岐山是否连任下届中纪委书记目前仍旧视迷 但十九大前期将会采取大动作 为界内反腐化上句号的做法被认为已有征兆 6月22日 中纪委网站报道 王岐山以中央巡视小组组长身份出席第十轮巡视工作动员会议 部署对32个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巡视 同时对四省市开展回头看 王岐山表示 要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监督全覆盖的目标 目前距离中共十九大还有一年多时间 中共官媒分析 王岐山本次采取倒计时的方式安排任务 给本届巡视工作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增加了反腐打鼓的紧迫感